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容許我在此引述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一句话 他说教育的崩溃足以摧毁一个国家 作为历史名人曼德拉的名句有很多 他何时说过这番话呢 有媒体翻查了 发现《文汇报》在去年访问全国政协黄楚彪 也有引述说曼德拉说过这句 但看回南非曼德拉基金会等官方资料 就看不到有这句名言记录了 国际关系学者沈玉辉就質疑 特首所说的曼德拉名言 是在网上名人金具系列的假图上面看回来的 又说这样符合了当下香港所报入的后真相时代 我们也请教了特首办 他们说留意到网上有不同的版本 乐意接受指证 就引起的误会表示协议 曼德拉因为抗争坐牢27年 在出狱之后做过南非总统 但社会上就有一帮人好像活在平行时空 深信他是一早在监狱里面过身的 社会科学界当时叫这种现象做曼德拉效应 来形容集体记忆错误 在现在资讯爆炸的年代 fact check更加重要 否则就会一起代入了曼德拉效应 人的记忆未必可信 所以才有记录历史的需要 去年五月这个时候 立法会上演反修例风暴的前哨战 一年之后历史相似的轨迹又再出现 大家有记不记得去年的轨迹是怎样的呢 过去整年的事当中的是非黑白 真假对错 甚至到现在都还困扰一部分的香港人 示威者讲了一年的诉求 就是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特首林郑月娥再次明确重申 她不认同 亦当然不会做 而她很想做的检讨委员会 特首就说很多社会言达 不敢参与 所以迟迟未有定案 而整场风暴发生的事 究竟可以怎样疏离和定断呢 大家的问号可能就要追索到去年二月 甚至更早的时候 政府决定要修例的前因后果的实情 但当下情况 公开的官方记录 就只剩下这几本 由监警会写了十个月 国际专家中途退出 特首就要用十个小时才能看得完的报告 监警会主席梁定邦就形容 这份报告将来就是这段历史的材料 我们是尽量去追求这个事实本身的实证 当然我们是没有调查的权力 在这方面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做这些事情未必有没有调查权力 在世界上 世界的历代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 他们也都没有调查权力 但是他们有资料 这份报告用了超过四万张照片和片段 也都引用大量网民的连登贴文 以及警方对争议事件的解释 声称要厘清6月9日以来 包括612、721和831等等多宗 具执法争议事件的事实 有媒体简单归纳出报告 认为警方多次部署错 失线机持辟谣 梁定邦强调 他们不是要做一份谴责人的报告 希望警方可以自己改善 特首回应报告的时候就说 希望大众能够很公道地 看这一本全面客观以事实为基础的报告 而他说这番说话的时候 背后的报警是写着香港的真相 但曾经受邀和监警会一起写报告 中途决定退出的国际专家 就说这份报告传播新的真相 还引用作家奥威尔的名句 说一个社会越远离真相 就越讨厌讲真相的人 他决定自己运用资料 为这一年的风暴做科学分析 特首今天也有回应他的做法 这个是由监警会邀请的国际专家 我相信他来香港的日子很短 我不记得可能是十日 可能是一个礼拜 来香港的时间是很短 所以相对于 我们的IPCC监警会 做了接近一年 全面的审视 看了这么多资料 所以大家应该心中有数了 谁能够更加掌握在香港发生的事 是什么事 事件的真相是什么呢 要去确立事实 挖掘真相 与你是地头虫 又或过江龙 有没有直接关系呢 报告就讲及721事件的前因 引述一张图片 就说连登有人号召当日要入元朗示威 但这幅图其实就是广传在微博的假图 当日其中一个事发的地点 究竟是南边围或南生围呢 难免这样都会令人怀疑监警会 有没有做好基本的fact check 而多个在721和831事件里面的伤者 以致是新闻团体都有发声明 就说愿意协助监警会调查 但监警会一直都没有找过他们 监警会委员陈感荣重申 他们没有调查权 所以引用资料的时候 没有做一些调查程序 特首眼中的监警会报告 带出的真相还要看后世怎样记载 而名人留下的历史足印 就为后世带来启示 当今历史记载 曼德拉最多的是他怎样用一生意外化解社会仇恨 出狱之后的曼德拉当选总统 首要任务是处理因为种族隔离政策 所遗留下来的社会仇恨 他用的方法不是用审判 而是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后世很多政府都有效法 包括发生光州事件的南韩 总统文在寅近日在光州民主化运动4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 呼吁当年的施杂者向政府坦白协助调查真相 他说查明真相不是要处罚 而是要正确记录历史 只有真相水落石出 受害者心中的怨结解开 社会才可以走上搬树与和解之路 这些历史启示 是不是个个当权者都领悟得道呢 监警会就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公众活动 和警方行动报告 在上周五发表了报告 特首同日以香港的真相做主题开记者会 这份报告有没有令到香港人知道多些真相呢 今集嘉宾有去年7月21号晚 都曾经在元朗出现的两位立法会议员 包括林卓廷和何君尧 欢迎两位 这份报告已经成为香港的历史一部分 就着7.21事件 白衣人譬如一些集结的时序 警方的处理方法 也都有关警察勾结的指控等等 报告有没有多了真相 第一 他是前言不对后语 在报告最初的时候 他就说到在元朗站大堂里面 是有白衣人和黑衣人去打斗 但是这个报告的中段 他这里写的就是说 直播片段显示那些白衣人冲进去 是不论对方衣服颜色 一律就用武器袭击 很明显 报告自己都是前言不对后语 而报告另一个问题 就是他对一些重要的事实 是没有去处理 因为报告就用了很大的篇幅 讲网上不同的传言 包括连登的留言等等 但是对于何君尧议员 他自己在元朗721之前的言论 是隻字不提 当时何议员在他军事行动怎么说 他说元朗会招呼他们 我相信我们27乡最重拼 他多多来我就密点手 将他打到变革不留 你会不会为你去煽动一些人去打人 和香港市民道歉 恶人先告状 我们向来都听得多 不过今天亲自大家听到林卓廷 他在这里讲一些说话 我较早前在Facebook里面 就讲一些说话 根本时间都不同 我首先这么说 很清楚地一次又一次 我就是完全跟721事件没关系 不过我想每一位香港人 跟去年的黑暴事件里面 黑暴事件里面 放在一边先 黑暴事件里面都知道 是影响了全香港全香港的人 光伏上水光伏大埔光伏沙田 有这位人兴存在的 何君堯没有说 就是那些白衣人由夜晚6点开始 已经在鸡地一带聚集 9点45分 第一个放工的厨师 是被那些白衣人去打 打到背脊散了 我去到元朗站之前 已经那些白衣人冲进来 打到一个女子 打到她头破血流 有一支断棍在里面 你还敢说 我进去才发心打斗 在那里山安八造 这一部礼环节曲 721 譬如在很多香港人心目中 可能已经有一个定案 现在这份报告 大家都希望尋求一个 清楚一点的真相 基于事实 那报告里面 用了一些字眼 譬如好像 癱瘫999等等 亦都被指引用错了一张 是来自微博的 光伏元朗的文宣图片 其实 以上这些问题 有没有影响这份报告的准确 这份报告 当然是非常扭曲 报告自己里面写的 当日元朗警区 是有二百多个警察在 他们有便衣在元朗市附近看实 亦都有两个警察 在元朗西铁站控制室里面 看着现场状况 现在他就全盘接受了警方所说 就说有人 癱瘫了999系统 令到警方调撥有问题 但其实整件事一清二楚 警方在现场看完 我回应一下很快 好 如果监警会 为什么你答不到问题 我们都不相信 为什么你答不到 这些社会有地位 是一个法定的咨询组织 而信一个平时 他没有这样的权力和能力 去做这个调查 但是他就作很多结论 包括说那位警司搭着那些 慈械的白衣人 这个不是勾结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勾结呢 记者问到 他就说 我是看现场画面的 怕你说的 白衣人跟白衣人说搭肩膀 就是已经有问题 当然观感上不好 唯一的合理解释 就是他已经是纵容包庇 这些黑社会的恶行 是不是背后有些人在指使 怕了这些人的恶势力呢 不仅是7.21 我们今天 我们讲的是超过百宗的 这些嘔斗事件 以和平集结为名 实际上最后以一种 是嘔斗为结 就是为难尾 所以警方也是值得要谈的 为什么前半年里面 整体执法方面的力度那么弱呢 但是明显地 其后有变化 是不是因为改变了一个 管理层最重要的 那个CP No.1呢 这个是其中一件事 执法必须要是当机立断 我没有认为有任何的理由 哪怕这个监警会 没有完全的所谓叫做 权力去做什么调查都好 但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做出这个事实上的考究 是以中立为主 这个报告本身是政府 邀请国际专家去赞写的 国际专家都顶不住 要辞职 辞职 现在监警会发出这个报告 其中一个国际专家就说 这个是Liu Fat 他们是创出一个新的事实 而这个专家 他说他自己会写一份独立的报告 连政府选的独立专家都顶不住这份报告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报告曾经引用中大文言在去年的调查 我想问一下何君尧 在这个民意之下 你还是否百分百支持警察 我是支持警察 依法去执法 我都对警方有不满意 那不满意 不是代表他做得很不足够 或者做起来的水平不对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 但是我自己不满意的就是 有很多个场合里面 是没有及时去将这些黑衣暴徒制止 市民眼睛非常雪亮 警方那个濫用暴力濫暴 不断去用警棍打我们年轻人 去打我们记者打我们议员 是严重的濫权 这个大家看得一清二楚的 所以有一半人被警局零分 是非常之正常的 接下来还有没有需要 独立调查警方 我认为 如果要特别查清楚 林卓廷和一帮这样的反对党 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肖默你都提过 可以讨论 特别是港独的问题 明白明白 过往你在访问都提过 可以讨论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到现在有没有改变 我没有改变 我其实更加想推前一步 因为以前整体的 乱的事件未完 现在来说可能会重盟 但是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也是时候 我们一定要查找 究竟社会里面发生什么事 所以这个港独的影响 香港的年轻人 这个问题必须要查 要尽快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去将整个警察的暴行 查得一清二楚 究竟为什么现在警队 败坏到这样的地步 居然去緝毒 可以变成反毒 这么多警言的措手 惡劣不堪 是不是有些人 尤其是保皇党 不断包庇他 造成这样的恶果呢 我想这个独立调查 是一定需要 而香港没有真相 是绝对不能够 可以令到香港重回正轨 那我们尽管留意社会未来的发展 谢谢 多谢 当下发生的事 难以梳理出事实 过去沉淀多时的历史 在香港都可以掀起教育界风暴 一条中学公开史历史科 涉及中日关系的历史资料题 令教育界面临专业失误的质疑 上个星期四 DSE历史科考生考完史 史卷未去到平卷完的时候 先有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处 引述教联会有声明质疑史题 有政治立场 接连之后有教育局的声明 要求取消史题 之后再有新华社的评论文章 今日特首说 今次是专业失误 不是政治干预教育 但如果有需要 他会运用权力保护学生 出卷有严谨的机制 当中的决定 亦都包括教育局人员 为什么会出现特首口中的专业失误呢 考评局前秘书长蔡次昌就说 取消史题影响考生 这才是偏离正轨放下专业 未来教育界会面临什么风暴 怎样才算是正轨呢 上星期一 大公报刊登特首林郑月娥专访 说教育不可以成为母染鸡笼 又提到除了教育局 班学团体 学校管理层都有把关的功能 亦都会在今年内处理通识科前景 我是说教育是要把关的 我相信这个没有人会反对 无论从学制、考试、课程和教材 都是要把关的 过了三天 文汇大公报头版报道 两名考评局历史和通识科高层 指他们在个人社交媒体 有不当言论 同一日 文铭市历史科史卷 一条涉及中日关系的史题 也起牵然大波 教育局当晚出声明谴责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 在社交媒体转贴史题 并指香港教育不可以成为母染鸡笼 到了星期五 教育局要求考评局取消有关史题 众所周知 日本当年发动对华侵略 抗日战争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同胞丧生 公开市的史题出现 那么令人感觉到偏颇的设计 不单止和上述的课程中止不吻合 亦都更加严重伤害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到莫大苦难的 国民的感情和尊业 我们对此是深感遗憾 大家都说这条题目怎么不好 但是很少人关心学生 吴碧堅是高中历史科教师 对于今次出现史题风波 有些始料不及 他说霍成忠有关中日关系的部分 集中在日本对中国的弊处 相信考生不会因为被改问 是否同意利多于弊就不懂得回答 明显看到比如说五四运动 其实就是说日本的侵略野心 在日本的现代化 而蛻变这个单元里面 你也会看到我们会关注 说这个军国主义 学生基本上他见很多这些相关的题目 譬如他两质资料 他有资料A、资料B 他说了两质 然后他就会想 有利 那就是我们要保币 他就会想 这些 中日战争 或者五四运动 山东问题那些 补充了些弊 他们很好训练 所以他们一定会回答 今次史题风波 在教育架引起很大迴响 曾经教历史和中史十几年的 萧新传认为 教育局的举动 是不顾多年来 议定公开示示题的既定机制 因为考评局的题目的设定 他会外判给一些大学 有大学教授 有一个前线的老师 他们有一个会 有一个委员会 出题的时候 出了题 是要被前线的 叫局外的人去审批一次 再被局内的人去审批一次 一路去整个过程 几个月维持 三几个月的时间 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相当专业的 并不是 我随便出来 很明显 我们看到今次 他用的词会 伤害民族感情 这些字 我们在讨论一条题目里 是太主观 是大陆一些官方的语言 为何杨潤雄 会用这些语言 去评价一条题目 而不是说 这条题目 是不是勾了sillibus 是不是太深 或者太浅 他不是说这种尊业 就是我们看到 就是一种很横盲的 一种要红不要尊 不过同样 教历史当年的何汉权 就认为 教育局做法正确 因为今次 考评局的 题目写法有问题 1900年到1945年 日本对 我特别是日本的军国主义 日本的侵略 对我们的侵害 对我们的伤害 无论在政治上 经济上 文化上 我觉得是 是无可争议的 如果你一定要学生 为什么一定要学生 去特别一个中学生 他是要回应你的题目 你为什么要他这样回应 在教育局要求取消试题之后 新华社发表评论 指香港回归23年 仍然未建立 和一国两制制度相适应的 新教育体制 批评香港教育系统藏污立救 荼毒学生 危害社会 必须处理 同样有较通识的吴碧坚认为 这些评论的确会对老师构成压力 他认为大部分老师 这些都是持平专业 而且在各个层面 都有足够的把关 教育家绝对不是没有染鸡笼 其实在我们日常的教学里面 都有很多很多的把关 说真的 譬如说我们公开考试 出来的成绩DSE 你拿二级还是三级多 其实要问责的, 校长 出得利用的教科书 都必定是通过了 评审在适用书目标 譬如说就算一个校本教材 其实在校内的环境 我们都会有把关 教育局定期都会有一些 我们叫重点试学 又或者定期会有 我们叫ESR 即一些质数保证的机制 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层面 都已经在霸关 何刊权说 学术自由并不是无边无际 教育界都要避免扭曲学生的价值观 今次这条题目的事件 是容让我们再反省 什么叫教学专业 什么叫正式历史 什么叫做 是容让学生 要有一个 是真是摆实实 然后才讲道理 第三才说感受 然后第四才是critical thinking 但是教学专业 其实我比较用港府话 总结三个字 其实要继音得 考评局委员昨天开会 未决定会否取消争议议题 教育局就指 行政长官根据法例 有权向考评局作出指示 所以到这一刻为止 我没有干预过这件事 我没有教过考评局怎么做 我没有行使过 在教评局条例下 赋予行政长官的权力 但是如果有朝一日 为了保障香港教育的质素 和目的 和保护学生 我是不会违避的 我想整件事是一个很有计划的行动 去对教育界开始展开一种打压 所以我觉得老师会有一种寒蟬效应 就是每个一出题的时候 就很紧张 盡量不要碰到中国 当老师不敢培养自己分析的能力 都是不好 有些题目是不可以这样写的 这样的时候 我觉得学生会漸漸被洗脑 其实这是一个警号 中文字幕组 最后的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